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Leo 到現在五月頭的時間 就是我們多倫多有櫻花體的季節 你看看我已經準備好櫻花的裝備 除了在High Park這麼普遍的地方之外 在多倫多其他地方其實都有很多櫻花可以看的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我已經忘記了這個叫什麼名字 但是你可以在下面有條連結 應該是可以看回全部多倫多可以看櫻花的地點 對 就是這個網站 如果你搜尋Toronto Cherry Blossom Map 應該就會出來了 或者按下面Description to link 在這裡就可以看到所有可以看櫻花的地點 而這一天就是在Cherry Street和Villiers Street交界的公園 下面還會告訴你大概有多少棵和什麼時候中的 而High Park這麼受歡迎的地方當然是裡面 但就要記得櫻花開花的時間是不能開車進去公園的 通常拍櫻花我們都需要用一個長鏡 所以今天我的裝備就是這支15600的長鏡 但是因為這裡的櫻花都很接近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用長鏡就已經拍到 而且現在剛好時間差不多是黃昏了 所以拍攝這個時間就非常漂亮 我猜大家也有留意的 另外有兩種植物和櫻花都非常相似,就是梅花和桃花 梅花通常就是最早開花,之後就是桃花,最後才是櫻花 大家可以想起過年的時候,通常都是插桃花,所以桃花就是大概2月的時候的花 而在香港因為溫度比較暖,所以櫻花都會提早很多開花 大概2月中的時候就已經開了,而在多倫多就要等到4-5月才有 而另外,它們花繁的形狀都是不同的,梅花會比較圓潤一點 而它開花會直接在樹枝上面開花 而桃花的花繁會比較尖,而開花不是直接在樹枝上面 是有一個stock連接著樹枝和花,通常都是只有1-2朵 有些品種是多重花繁,而櫻花除了是桃圓形之外 它的尖端都是凹進去的,而它也不會直接在樹枝上面開花 是會有幾個花柄連接著,而通常都會多過桃花 所以就會形成一個很燦爛的情況 之後那天也有去到另一個公園,就是在Scarbo的Burkdale Ravine 雖然不是很大,但是交通非常方便 你就算在車上也會看到櫻花 雖然不是很大棵,但也可以拍到很漂亮的花開 現在這個星期就是櫻花最盛放的時間 大家可以把握時機盡情打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哪個位的櫻花是最美最適合拍照的呢? 在下面留言說來聽聽,順便可以Subscribe和Like 還有按旁邊的小鐘,我是Leo,我們下回再見! 啊 除了櫻花之外,現在春天來到,其中一種非常早去見到有開花的植物 就是這一種Foxinthia 它的黃色花瓣就會遍佈它整棵東西 就是一種先開花之後才出葉的植物 那你春天來到看到一棵很漂亮的黃色植物就是Foxinthia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木蘭樹的Magnonia 但是今天就沒看到,看看過兩天會不會看到 就是這樣